大家好,我們的主題是 麵道維秀零距離 欸,我告訴你一個問題喔 你知道台南關田的特產是什麼嗎? 蛤?不知道欸,你快點告訴我啦 喔,你很遜欸,台南關田最有名的就是靈甲啊 你騙人?我怎麼都沒有推出過 那是因為,靈甲不像其他地區的特色產品那麼有名 像是宜蘭的山津蔥及青棟魚粉 所以,我們才能跟靈甲發揚光大 可是,靈甲都拿來健康,又沒有什麼特色 是沒錯啦,所以我們這次才要加靈甲當主角啊 真的假的? 騙你做什麼? 我們加靈甲勞入一大命運,製作成帶著種有耐取水潔 不收集結限制的低級量特色產品 此外更特別的是,具有靈波堅持之身的水製鳥 因種植靈甲需要乾淨的水源 所以,關田就成了水製鳥關機的好地點 聽你做了一雙,關田真是一個既買利又乾淨的地方囉 沒錯,但因時代的變遷及經濟壓力下 有不像農民噴灑農鳥,使得水製鳥的數量減少了 蛤?那怎麼辦? 幸好,近年來有基金會的補助 使得農民的負擔給清,水製鳥也回來了 哇,那真是太好了呢 那我們的研究目的是什麼呢? 那就由我來介紹吧 開手 我們的研究目的共有四項 第一,了解靈甲的營養成分及功效 第二,探討靈甲融入各式意大利麵之可行性 第三,探討對靈甲意大利麵之喜愛程度 第四,研發靈甲辦手裡 推廣關田靈甲並保護水製鳥的棲息地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的是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共分為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及產品開發 我們的研究對象主要為學生家長及任課老師 研究方法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文件調查法 我們收集相關資料 第二,實驗法 實作過程並拍照加以記錄 第三,問卷調查法 藉由發放問卷調查大眾對靈甲意大利麵的喜愛程度 產品開發也就是我們的靈甲意大利麵 哦,原來是這樣 比起這個大家肯定更想了解靈甲吧 這種小事就包在我身上吧 那這讓我來跟大家介紹靈甲的功能及效用吧 靈甲營養豐富,具有高澱粉、低熱量的特性 且還有豐富的蛋白質、葡萄糖、肚膏和脂肪酸及多種維生素 且易消化吸收 不僅能健康養胃還有普勝癌血的功效 因具有高澱粉、低熱量的特性 所以赤靈甲容易呈生防足感 無益堆進脂肪 非常適合單純性胚胖症在減肥期間使用 此外,靈甲還有抗癌、防癌的功效 尤其靈甲可能效用最佳 只剩下一些少人之 針對治療癌症的部分 人家靈甲會使用於食道癌、無腺癌、子宮癌 來當作補助治療 所以古人才認為說 吃靈甲可以健五臟、除百病 還可以減肥喔 那麼靈甲還有什麼相關產品呢? 靈甲的相關產品如下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妙怒夜市的靈甲酥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我們的靈甲義大利麵啦 對啦,就是我們啦 在這麼多麵條種類中 我們選擇了 義大利麵片、蝴蝶麵、餅餅麵 以及市面上常見的寬麵、細麵 做為我們靈甲義大利麵的造型 這邊是我們的禮盒及材料還有配方 接下來介紹製作流程 首先將靈甲殼切碎 將靈甲殼煮水 將切碎的靈甲打成泥 把全部的材料加入攪拌缸中 攪打成團 接著用擀麵部分擀平 放入置面積中壓成所需要的厚薄度 最後製成義大利麵的麵條 大家曾經覺得我們來意大利麵很厲害吧 沒錯,這可是經由100份不經民混卷所調查的結果 得到的結論有 第一點,民眾對於靈甲義大利麵的喜愛程度高 且願意做為派手禮幣推薦給他的人 表示靈甲義大利麵具有推廣之價值 第二點,靈甲義大利麵的口感喜愛程度高 其中沒有部分民眾對於靈甲義大利麵的建議是 麵條口感若能更加有嚼勁會更加完美 第三點,靈甲義大利麵的造型吸引民眾目光 其中以小小可愛的葡萄麵最能吸引民眾目光 接著是給相關業者與農會的建議 因市面上並沒有靈甲義大利麵的相關產品 且經由本研究結果得知靈甲義大利麵具有推廣之價值 此外,本窗體所設計的靈甲義大利麵多為市面上常見的造型 其外相關業者能研發出更具靈甲造型設色的靈甲義大利麵 接著是給互續研究的建議 繩 wherein不斷得盡力以 dances 沒那麼更暗,肌甲義大利麵 建議忍耳朵範斜 改善耳朵極高 尺� chunk壁廣濕面小 respond 麵帶微笑,臨距離全踩一空 身 truck vl